四岁的小公主即将被送去他国联姻 稚嫩的小手拿起额毛笔 亲手在契约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湛蓝深邃的眼眸透露着懵懂 看着未来丈夫的花像问道 年幼的公主玛丽亚不懂离别 看不明白母亲眼泪中的不舍 更不知道自己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就这样玛丽亚带着懵懂的期待 抱起她的羊娃娃 坐上了出发前往法国的马车 与此同时 法国也送出了年仅12岁的德盟公主 出发前往西班牙联姻 似乎这就是他们生来的使命 渴望自由的德盟本还想反抗 公主虽然出身尊贵 却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毕竟比起连连不休的战争带来的损耗 牺牲他们是最好的选择 两位宿命相同的公主日夜兼程 去往一国他乡 终于在深夜的两国边境接壤处相会 在公主的交换仪式前 他们还需要换下身上的衣服 就这样 两位公主换上对方国家的华服 来到庄重的仪式前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话 也没有丝毫喜悦的气氛 他们就这样转身彻底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第二天一早 小小的玛利亚被侍女叫醒 他们已经即将抵达凡尔赛宫 玛利亚立刻打起精神 随着镜子拍了拍自己的小脸蛋 想要给未来丈夫留下一个好印象 被侍从抱下马车后 玛利亚向国王路易失五行了一个大礼 拘谨又可爱 路易也伸手扶起初次相见的妻子 只是此刻的路易也不过是个12岁的孩子 不明白爱情更不懂得婚姻 也不知道要如何与小自己8岁的玛利亚相处 由于从前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乳母 此刻要去照顾比他更小的玛利亚 不免让孩子气得路易有些不满 对玛利亚也表现出些许敌意 只是呆萌的玛利亚却并未察觉路易的生气 而她真诚的眼神 也让路易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之后的时间更是很少与玛利亚见面 玛利亚只能独自承受着 这份来自一国宫廷的孤独 不过乖巧懂事的小王后 却十分受宫内年长的夫人们喜欢 而另一边到达西班牙的德蒙公主 却依然保持着自己桀骜的性格 面对丈夫阿斯图王子的热情交谈 她却爱达不理还阴阳怪气 西班牙宫廷为了欢迎王子妃的到来 数次举办官方庆典和欢宴 然而德蒙却宁愿躺在床上也不去参加 对于赏赐也没表达半点谢意 这不免让国王和王后对这个儿媳生出不满 然而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玛利亚公主 在法国宫廷过得也并不如意 十二岁的国王迎娶了四岁的公主 两个小孩却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婚姻 路易十五送给妻子一个洋娃娃 玛利亚十分开心 本想去拥抱丈夫表达感谢 但路易还是局促地阻止了 不过好在一个可爱的洋娃娃 足以让四岁的王后开心 玛利亚让娃娃与自己一同入睡 甚至还贴心地空出了中间的位置 天真的玛利亚坚定地认为 路易全心全意爱着自己 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也会为她生而育女 一年后路易十五迎来了13岁 摄政期结束的她也终于可以加冕 也意味着从此开始 路易十五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她主动约王后玛利亚一起泛舟 但却不知道开口可以聊些什么 路易知道玛利亚在宫廷里十分受欢迎 而此前她的母亲 也曾是这凡尔赛宫里最受欢迎的女人 不免唤起了她心底的一丝忧伤 接着路易又告诉玛利亚 如今她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 恐怕以后都鲜少会有时间来陪她 这句话似乎成为了玛利亚往后的动力 她无比渴望着能够尽快长大 但即使她在乖巧懂事 也还是会忍不住想念远在异国的父母 玛利亚倾诉着内心的小委屈 结果大直男路易却说 谁知听完这话 玛利亚竟扑进了路易的怀里 她不是为自己委屈 而是心疼早早就失去了父母的路易 这一举动似乎也融化了路易的内心 她让玛利亚回到座位上 拉起她的手让画师继续做画 告诉妻子这幅画作 也将会送到她的父母面前 但路易的内心刚刚有所改变 身边的大臣却开始穿多路易退婚 只因此刻路易十五 作为波旁王朝仅存的独苗 她继续一位继承人来稳固王权 而年幼的王后却不能马上完成这项重任 最少还要等上十年 换作是一年前 路易肯定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此刻的她却犹豫了 法国宫廷有了退婚的想法 而嫁娶西班牙的法国公主德蒙 过了一年之久也依然没和王子圆房 眼看着也快要被退婚了 十八世纪的欧洲王室 洞房之前都有专业技术指导 以便王子与王妃共赴雨水之欢 王子阿斯图里正准备学艺之用 结果妻子却从床上弹起 高高举起竹台威胁对方不要靠近自己 德蒙作为法国的公主 年仅十二岁就被父亲逼迫与西班牙联姻 就此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于是自从来到西班牙的那一刻起 德蒙的心中就充满了愤恨 他十分抗拒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也不屑去了解自己的丈夫 殊不知 王子阿斯图里自从见到德蒙画像的那一刻起 就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他 纵使德蒙在洞房业极力抗拒自己 在各种场合表现得傲慢无礼 但阿斯图里却愿意容忍这一切 只是这些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 得知儿子与德蒙成婚这么久还没有远房 当即就愤怒地提出要废弃王妃 然而一向懦弱的阿斯图里 却坚决地违背了父王的意愿 得知阿斯图里为了自己违背了父母 让德蒙第一次开始试图了解对方 也感受到了对方汹涌的爱意 渐渐地德蒙也敞开了心扉 陪着阿斯图里参加他从不喜欢的狩猎活动 甚至无聊的祷告也可以忍受 两人的关系就这样水到渠成 然而偏偏这时 阿斯图里染上天花病倒了 性命垂危缠绵病榻之际 德蒙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阿斯图里的身边 可惜他迟到的深情 却未能治愈丈夫的疾病 阿斯图里的病情一天天恶化 在他弥留之际 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 他留下一言 希望父王能在自己死后善待他的妻子 两人终于深深爱上了彼此 只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阿斯图里离世后 西班牙国王决定 要将没有身孕的德蒙遣返回法国 两人的联姻宣告结束 同样也影响着 玛丽亚与路易十五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 年仅五岁的王后 根本无法尽快给路易生下继承人 而这却被当成玛丽亚的致命弱点 被大臣们反复在路易面前提起 但这当然也只是气话 路易十五知道一位继承人 对自己巩固王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只是不忍心送回玛丽亚吧 但如今局势所迫 小小的玛丽亚 又将再次走上被命运支配的道路 两国的公主再次坐上马车 这次他们虽然交换回了自己的国家 但依然未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路易十五后来迎娶了大他七岁的玛丽公主 两人共孕育了是个子女 但路易在六十四岁死死于天花 德蒙带着对丈夫的埃斯返回法国 三十二岁死死于巴黎 被家人和世人所遗忘 而西班牙的玛丽亚 后来嫁给了葡萄牙国王约瑟一世 为他生下了四个女儿 在丈夫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玛丽亚被任命为葡萄牙摄政王 影片的孵化和选角 乍一看像极了王子公主美好的童话 然而即使盖上华丽外表的假象 也无法掩饰历史底色下真实的悲哀 两位公主的交换宛如一场闹剧 但他们既没有知晓结局的能力 更没有反对命运安排的权利 或灿烂或惨淡的一生 最终都不过是别人的选择